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塔利班为地区稳定以及发展合作 扫除障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任后首次访问印度 呼吁美印展开合作 美国防长声称要致力阻止所谓中国侵略行为 中方批评是蓄意抹黑 东京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首次突破3000例 连续两天创新高 头条新闻要带您聚焦天津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28号在天津会见来华访问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一行 王毅表示阿富汗塔利班是阿富汗举足轻重的军事和政治力量 有望在阿富汗和平和解以及重建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天津会见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一行 阿富汗塔利班宗教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同行 王毅在会见中指 美国和北约从阿富汗仓促撤军 实际上标志着美国对阿政策的失败 阿富汗人民有了稳定和发展自己国家的重要机遇 王毅指出 阿富汗塔利班是阿富汗举足轻重的军事和政治力量 有望在阿和平和解和重建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希望阿富汗塔利班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 坚持和谈 确立和平目标 树立正面形象 奉行包容政策 王毅还强调 东一运是被联合国安理会列名的国际恐怖组织 希望阿富汗塔利班同东一运等一切恐怖组织彻底划清界限 予以坚决有效打击 为地区安全稳定及发展合作 扫除障碍 创造条件 巴拉达尔则表示 阿富汗塔利班对争取和实现和平抱有充分诚意 愿与各方一道致力于在阿富汗建立广泛包容 被全体人民接受的政治框架 同时 阿富汗塔利班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领土做危害中国的事情 巴拉达尔还在会见中赞赏中方在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中发挥的公正和积极作用 希望中方更多参与在未来重建和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 阿富汗内战升级 平民死伤也急剧上升 中方在近期就多次表示 支持阿富汗各派通过谈判早日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中方将会一如既往发挥建设性作用 凤凰卫视 林晓文 王磊 天津报道 中国外交部28号表示 王毅当天在天津会见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一行 王毅指出中国是阿富汗最大邻国 始终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始终坚持不干涉阿内战 阿富汗属于阿富汗人民 阿富汗的前途命运应该掌握在阿富汗人民手中 美国和北约从阿富汗仓促撤军 实际上标志着美国对阿政策的失败 阿富汗人民有了稳定和发展自己国家的重要机遇 王毅指出 阿富汗塔利班是阿富汗举足轻重的军事和政治力量 有望在和平和解和重建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上和组织杜尚别国防部长会议讨论中亚安全问题 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28号与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举行会谈 关注阿富汗局势等议题 魏凤和在塔吉克斯坦杜尚别参加上和组织成员国防长会议期间 与参会的俄防长邵伊古举行会谈 魏凤和说大疫情大病局下中俄关系展现强大韧性 成为当即世界非常重要的稳定力量 双方应继续强化全方位全天候战略协作 在应对阿富汗和中亚局势变化联合打击恐怖主义方面 双方要沟通立场形成共识 加强合作协调行动 坚决捍卫中俄两国核心利益 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与地区安全稳定 邵伊古指出当前地区安全形势不确定因素增多 俄防高度关注阿富汗及中亚地区形势的新变化 重视中方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 愿与中方和地区国家协调合作 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努力 另外 邵伊古当天在上和组织防长会议上表示 北约军队仓促撤出阿富汗 促使当地军事政治紧张加剧及战时激增的情况下 美国却更关心在中亚国家建立新的过境路线和物流系统 部署军事基地等可能性 俄军意识到美方企图认为这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只会导致北约在区内的长期存在和更多不稳定性 凤侯卫视综合报道 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 阿富汗内战升级 那么相关话题 我们请到时事评论员杜萍来点评分析 杜萍你好 你好 杨芳 你怎么看到这个阿富汗塔利班在这个时候 释放出了一些什么样的型号 对这次中国邀请塔利班的一个代表团来访问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亲自与会谈会见 这个说明呢 就是中国和塔利班之间的接触啊 现在是越来越密切 而且是涉及的话题也越来越深 因为对中国来讲 塔利班并非是一个陌生的一个政治实体 也不是一个陌生的政治力量 就是过去已经这个见面好多次了 接触也在不断的进行 不同的层级都在接触 那么这一次呢 比较特别的就在于就是这一次带团来中国访问的 是塔利班的这个政治委员会的负责人 实际上呢 简单来讲就是塔利班的这个领导人之一 应该排在塔利班领导层里面第二位 他也是塔利班的创始人之一 所以他的地位应该相当高了 而且在现在的阿富汗的和平谈判当中 他是塔利班的首席谈判代表 所以他的地位应该是举足轻重 那么王毅外长在评价 这个塔利班的时候 也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定义 就是塔利班是举足轻重的军事和政治力量 有望在未来和平谈判 也就是说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 以及阿富汗重建问题上会发挥重要作用 那么这个定义非常的重要 实际上也表明中国对塔利班 应该是正式的予以承认 那么这也代表着这个塔利班在国际上 在国际舞台上得到的认可也越来越多 广泛而且越高 当然就这次对中方来讲的话 最关心的问题还是未来阿富汗的局势 特别是安全局势 尤其是涉及到各种各样的恐怖主义势力 特别是东一运这个问题 中国一直在强调 就是阿富汗不能够成为攻击中国的一个舞台 根本能成为恐怖分子集中的地方 特别是涉及到中国周边安全的问题 就像东一运这个问题 必须要跟它划清界限 所以我想这次的重申这样的立场的话 对将来中央之间的关系的发展 肯定应该是有好处的 好的 谢谢杜萍的点评分析 那么先休息一会 回来还要带您关注美国国防部长 奥斯汀抵达越南展开正式访问 我们一会见 国际消息方面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日致电卡斯蒂略 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 中国和秘鲁是好伙伴好朋友 两国政治互信和传统友谊深厚 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 他高度重视中壁关系发展 愿意与卡斯蒂略当选总统一道努力 以今年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 推动中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迈向更高水平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另外到访印度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28号与印度外长苏杰森会面 双方都强调需要保持合作 尤其是在面对美军撤出阿富汗之后的地区局势 布林肯当天稍后时间 还会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 布林肯与修杰森拍照留念后进行会晤 这是布林肯就任美国国务卿后 首次访问印度 他呼吁美印两国展开合作 苏杰森也强调双方要保持紧密合作 应对不同挑战 并提到印度邻国阿富汗的民主稳定 对美印两国十分重要 而在会面后 两人共同会见记者时 苏杰森再次提到阿富汗问题 布林肯就表示 即使美军撤出阿富汗 美国仍然会参与阿富汗事务 又说现阶段并没有军事方案 去解决同塔利班的冲突 他强调 必须出台和平方案 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需要为此进行谈判 有分析指 美军撤出阿富汗的行动 将于8月底完成 布林肯有意凭借这次访问 寻求印度协助 稳定阿富汗局面 印度也期望加强力度 保护其战略利益 另外 两人又谈到新冠疫情问题 苏杰森表示 感谢美方提供协助 支持印度应对第二波新冠疫情 冯黄明示综合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8号 抵达越南首都河内 开启对越南的正式访问 奥斯汀当天乘坐专机抵达 越南政府官员到场迎接 在访阅期间 奥斯汀将与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 总理范明正和国防部长潘文江会面 奥斯汀是美国拜登政府上任以来 首位出访东南亚的内阁官员 此前 他已结束对新加坡的访问 在越南之后 他还将到访菲律宾 那么根据报道 美国防长奥斯汀 日前在参加一场国际会议时 宣称美国将致力于参与亚太地区事务 阻止所谓的中国侵略行为 但他同时又声称 当利益受到威胁时 不会退缩 但也不寻求对抗 28号 中国外交部对此回应指出 美方有关说法 无视事实 蓄意抹黑中方 干涉中国内阵 挑拨地区国家关系 其目的就是为了服务地缘政治私利 报道称 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新加坡参加 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举行的讲座 发把讲话时 一边大肆攻击中国 一边却又声称想与中国建立稳定关系 赵立坚回应时强调 中方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 美方有关说法 无视事实 须抹黑中方 干涉中国内政 挑拨地区国家关系 我们奉劝美方不要动辄拿中国说事 多做有利于本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关于中美关系 中方的态度非常明确 美方应树立客观正确的对华认知 选择与中方相向而行 相互尊重 公平竞争 和平共处 推动中美关系 健康 稳定发展 在本问题 中国是否对美国价值观 关注的问题时 赵立坚表示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 不是某国国家的专利 实现民主的形式 丰富多彩 没有固定模式 也不存在标准答案 一人一票 多党制 并不是实现民主的 唯一形式 民主 不应成为 抹黑 贬损他国 挑动对立 对抗的标签和工具 哪个国家民主 哪个国家专制 也不是 由少数国家来定义 贬低别人 抬高自己的做法 本身 就不民主 凤凰卫视 陈奇 北京报道 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周年纪念研讨会 28号在北京举行 中国国务委员 兼外长王毅 在视频致辞中表示 站在30年历史新起点上 中方愿意与东盟国家一道 推动双方关系 迈上新台阶 要管控分歧 通过对话协商 妥善处理 南海等问题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周年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通过视频发表讲话 他日出 中国同东盟1991年 建立对话关系以来 双方合作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创造了多个第一 成为亚太合作中 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 为11国20亿人民 带来切实扶持 王毅表示 中方愿同东盟 不断深化互利合作 进一步提升关系水平 中国东盟关系 迈入儿女之年 双方理应备加珍惜 30年合作积累起来的保护局面 备加珍惜 本地区得来不易的 和平稳定局面 备加珍惜 双方人民 凝结起来的真诚友谊 我们要致力打造 更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 构建更为紧密的 民营共同体 开创更加精彩 强劲的夏日的30年 王毅还提到 双方要加强对话协商 妥善处理南海问题 中方院同南海当事方 加强对话协商 妥善管控分歧 排除外部干扰 开展海上务事合作 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和长治之外 然后继继续全面有效 落实DOC 加快推进 自由水的磋商 早日达成 实质 有效 符合包括国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在内的 国际法的 南海 新闻准作 东盟秘书长林永辉表示 中国东盟双方合作领域 不断拓宽 双方战略伙伴关系 成为地区最具实质性 最有活力的伙伴关系之一 相信坚后双方关系 能够进一步深化 主办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许部表示 希望通过研讨会 会顾30年来 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历程 总结成功经验 展望合作未来 凤凰卫视 杨夕后运 北京报道 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 28号发生枪击事件 一名中国公民受伤 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暂时没有个人或组织承认责任 事发后 私家车被围风调查 车身有多个弹孔 车内流有血迹 当地警方表示 事发时 伤者以及另外一名中国公民 正在前往卡拉奇的工业区 两名蒙面男子 骑着摩托车 向私家车开枪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正密切关注此事 中方正密切关注此事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他表示这个案件是一个孤立的案件 中方对八方保护中国在巴公民的财产 有充分的信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东京奥运期间 东京新增确诊病例急剧飙升 连续两天创新高 28号更是首次突破了3000例 那么东京周边三线疫情也告急 日本政府数日内将宣布疫情紧急事态 东京政府28日公布 新增确诊3177例 首次冲破3000大关 连续两天创疫情发生以来最高值 日本全国28日新增确诊也创下新高 东京都知识小池百合子称 由于老年人优先接种了疫苗 60岁以上老年患者的重症比例大幅减少 年轻人成为疫情传播主体 东京周边的神奈川奇遇和千叶三线 新增确诊也飙升至新高 神奈川线28日更首次单日过千 行事十分严峻 日本政府计划数天内宣布 这三个线进入疫情紧急事态 新增感染飙升和奥运赛程同步 也令东京市民情绪焦虑 香港28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1896例 创下单日新增的最高纪录 当局指出如果疫情趋势没有减缓 会采取更严格的防疫措施 韩国政府目前实施的新冠肺炎防疫措施室 在首都圈实施防疫响应最高级别第四级 非首都圈为第三级 但韩国防疫当局28日表示 新增单日确诊病例1896例 较前一天多了531例 是去年1月疫情手册爆发以来 新增确诊病例的最高纪录 虽然疫情持续扩散 上周韩国民众移动量增加了 网疫当局分析认为 随着疫情长期化 国民感到抗疫疲劳 连续的假期也产生了影响 防疫当局指出 虽然疫情趋势持续扩散 但防疫体系不会转换为 和英国一样与新冠肺炎共存的方向 在疫苗接种比例达到相当水平之前 防疫当局要继续采取遏制疫情的措施 凤凰卫视金之前韩国首尔报道 好 继续来看几则国进简讯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27号出席第七次全国参战老兵大会时 发表讲话 与去年不同 他此次并未提及自卫性和威慑力 也没有就韩朝朝美关系发生 日媒27号报道 地属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出云号护卫舰 正进行航母化改造 同时日本政府正研究 年内实施美军最新隐形战斗机F35B 在出云号护卫舰上进行起降演习 这时日本政府对未来与美军进行联合作战的设想 目的是牵制中国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 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新南威尔士州单日新增病例人数再创新高 为177例 政府决定延长悉尼大都会地区的封锁令 到8月28号结束 印度北方邦28号凌晨发生严重交通事故 一辆飞驰的卡车撞上一辆停靠路边的大巴车 导致18名睡在公路上的工人死亡 24人受伤 警方表示卡车司机事后逃离了现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那么先休息会 回来还要带您关注河南卫辉在暴雨后出现严重内涝 当局举行记者会解释成因 我们一会见 两岸消息方面来看到 受到第六号台风烟花登陆影响 连日来苏南多地狂风肆虐 暴雨如注 武警苏州支队官兵前往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 开展防汛抗台工作 另外持续强降雨也导致浙江宁波多地内涝 当地武警官兵赶赴灾情严重区域拯救民众 受台风烟花影响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太湖水域 近日水位超过警戒线并持续排升 平望镇北麻样部分堤坝 27号中午更在大雨和浪潮的冲击下 存在慢低风险 武警苏州支队派员前往北麻样北首 对部分地段进行加固 经过近四个小时努力后 累计装填运输沙带2000多个 加固大坝长达300米 高近50公分 有效预防大坝满水 连续强降雨导致浙江宁波多地内涝 寄水较深处 市民只能依靠橡皮艇军用卡车 运送人员和物资 武警宁波支队的官兵会同当地政府 先后抢运十余吨物资 保证当地百姓日常所需 在渝瑶扬明街道 官兵采取手工传送方式 将两万余袋沙包放置于大堤之上 经过近18个小时工作 远满完成1.5公里的加固任务 此外 在海蜀区洞桥镇 50名官兵分为多个小组 到达目的地后 华乘平滑亭 紧急转运群众30多人 并将群众安置在临时安置点 部分路段因为积水过深 电路已经切断 晚上看不清道路 官兵们照着手电筒 拯救受困群众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河南强降雨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73人 目前仍然在紧急转营安置的人口有84万 那么当前只有新乡市下属的县级市 魏辉依然严重内涝 河南省水利厅和魏辉市政府官员 28号出席记者会解释称 魏辉积水有四方面成因 主要是上游洪水急剧 以及本地积水无法排除 河南省水利厅官员分析指 魏辉积水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包括魏辉北地在17号到24号的降雨 累积的水量达到1.85亿立方米 大部分没有排泄形成积水 魏辉从地形上属于上游来水急剧区 上游暴雨洪水在魏辉形成积水 魏辉的排红魏河水位居高不下 无法排水 魏共河决堤洪水也有一部分进入魏辉 主要的原因就是上游兄弟县区 拱起了以溜 导致临近的魏河南达地跨度的滑河 大量的河水满过我们游泳性过岛 通过损用损诊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住城区 到此 我们最高峰时候 我们魏辉市的积水踏到了两千万立方米 对于不少声音质疑 魏辉市政府没有能够有效的调度集结 到魏辉的各地援助力量 李志勇回应河南当地媒体 关于政府工作人员做了哪些工作的提问时强调 魏辉历史上从未遭遇如此严重的水灾 装备不足是政府掌握的全部力量都已经投入墙线 我们的工作中心之一就是放逮了 赫岛的 放赫岛的 咸河拆取 劝愿作战 周一要勿修的战术 咸河透若 当员港部仅三万余名 殉敌出现一千一百余次 透若干部突击队 二百七十六支 六千二百五十四人 企业突击队 四支二支 六百六十四人 屋警官民六十人 消防九院打堆七十人 根据新乡市的统计 截至二十八号十二点 魏辉市受灾人口近三十万人 紧急转移安置二十点四万人 其中集中安置四点七万人 魏辉城区积水从最高峰的两千万立方米 降至目前的一千六百多万立方米 凤凰卫视 霍委委叶博健 郑州报道 河南卫辉目前仍然是一片泽国 数十万居民转移 那么现在就带您看本台特派记者 霍委委叶博健 从临时安置点发挥的报道 河南省新乡市东北部的县级市 卫辉从二十五号受到上游来水 和内涝无法排除的双重压力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区都浸泡在省中 数十万居民转移 记者走访其中一个由刚刚完成主体建筑建设的汽车展示厅 改成的临时安置点 新转移到安置点的民众需要做登记 领取备注 就可以到大厅里找张行军床住下 三三五五聚在一起聊聊这几天的经历 拉拉家里的农活 小朋友跑来跑去弄得一身泥 就站在旁边的水管洗个凉水澡 这个安置点除了一小部分的威徽市区撤出来的居民 大部分的都是附近农村的农民 26号才撤离出来 一开始也不准备说 要随要如果不张了 也都不准备吹了 假如有雷露你看 不准备了三个雷露 瞧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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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各地的都给大家支援的挺好的 谁拆了生活咋办了 慢慢跟咱们瞧瞧咋办 打工跟打工打工 孩子学习咋办了 那现在还不都不算学习咋 你是不是最高兴的 我你的 是不是最高兴的 不用学习了 最高兴的 前面还给我算的 这还去捉弄坐船吧 捉弄岔了吗 还想回去的 还想坐船的 小伙伴都觉得好不然 没有经历过坐 那么见过坐 你想想 之前都没有经历过 没有 我整整大家三多年了 还没有经历过坐的 你经历过吗 我经历过的 啊 有慈善团体在安置点 设置救助站 为民众提供医疗服务 在临时安置点 数个小时的采访 我们看到 有多批各地援助的物资 运到安置点 有帐篷 下床 还有很多食品 在临时安置点的仓库里 看到成堆成堆的捐赠物资 以矿泉水最多 面包 方便面 也有消毒液 卫生纸等等 这里是临时安置点的一个仓库 在我身后能够看到的是 各地送来的大量的矿泉水 可以说矿泉水的供应 现在还是比较充足的 请这件事把镜头摇过去 能够看到 那边是河南人非常喜欢吃的面条 而蔬菜种类也是非常的多 包括南瓜 冬瓜 大葱 白菜 茄子 青椒 土豆 洋葱 各种各样蔬菜 还是说 可以说是非常齐备的 各式爱室可以做的是非常充沛的 而我身后可以看到的就是这里的临时一个厨房 都是有附近的村民 红白喜事当中 厨艺比较好的村民 他们组成的一个厨师班子 雷流来做饭 根据附近的村民的介绍 以及厨师的一些统计来说 每天每顿饭的话 可以要的量就是800人分 以上是凤凰卫视特派记者霍维伟 叶博健在卫会的采访报道 南京市通报27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47例 全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153例 其中重症4例 新增病例主要集中在重点管控区域 流调发现 南京近期新增病例 主要还是集中在机场及周边地区 而且在报告的病例中 已发现有多起聚集性疫情 再次提醒市民 做到不聚集不串门 坚持做好个人防护 专家还指 南京目前的两例普通型转重性病例 都有基础性疾病 专家还在对病人进行密切观察 此外自28号起 南京对部分区域 疫情风险等级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高风险地区 有江宁区路口街道 维和区域 路口街道 石田村等4个 调整后的中风险地区 包括江宁区路口街道 曹村村 张家自然村等42个 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 另一方面 位于南京国际博览中心的 火眼核酸检测实验室 27号晚搭建完成 交付使用 这个实验室总占地8000平方米 由27个负压气膜舱组成 江苏全省各地支援的近600名 专业检测人员在此轮班工作 冯航卫视综合报道 台湾28号报告新增20例新冠肺炎确诊 其中本土18例 境外输入2例 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台湾高中升大学第二阶段的指定科目考试 原定7月初举办因疫情延后 28号终于登场 4万多人报考 是这波疫情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群聚活动 官方要求严守防疫准则 家长不能陪考 今年度台湾各大学的指定科目考试 在28号正式登场 受到疫情的影响 今年考试的时程延后了将近一个月 也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今年度的防疫措施是历年来最严格的一次 各考场出入口 酒精消毒器是必备的装置 考生进入考场除了消毒 两体温 口罩也必须全程佩戴 若不配合将取消成绩 防疫措施严格 但大家都愿意配合 受到影响比较多的 是因为考试延后导致步调打乱 7月初的那个时候 可能就真的是最松懈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本来要考 但是突然又不考了 所以那个时候会心态上会比较乱一点 原本就已经差不多都是准备好的状态 然后突然就延一个月 虽然说时间变多了 读的东西也可以变多 可是就是 嗯 有点糟吧 就是因为 原本都已经想好之后要做什么 这次考试也因为防疫的考量 不开放家长陪考 但休息时间一到 许多爱子心切的家长 还是等在考场外 家长比较累 因为家长要一直 全家要跟着他 经到这个时候 就是等于 之前7月初就可以提早 考完就可以休息了 稍微放松或安排别的活动 那延后就感觉就是好像 抗战的那个时间拉长 至少你已经算很不错 可以刚好 有点解封 又可以考试 我觉得这样就算不错了 受到疫情影响 台湾的大学指考 首度延后举行 考试虽然延后 但终于得以举行 也让考生 家长都松了一口气 凤凰卫视 林清明成文堂 台北报道 国民党主席 原定24号改选 但是受到疫情影响而延期 国民党中常会28号通过 8月中旬开放参选人领表 登记 9月25号投票 现任党主席 江启臣将争取连任 前主席朱立伦 则暗中布局 预计近期宣布参选 国民党新一任的党主席 原定今年7月24号选出 但受到本土疫情爆发的影响而延期 国民党决策单位中常会 28号通过决议 重启选举失程 8月12号到13号 是党主席跟党代表的领表的时间 8月16号跟17号两天 是党主席跟全国党代表 登记的时间 那选举日期定在9月25号 9月25号上午8点到下午4点投票 投票结束之后立即开票 预计晚间七点左右确定选举结果 现任党主席江启臣早就宣布争取连任 而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可能是前任党主席朱立伦 我们绝对会快速的来回应民众的一个想法跟需求 因为国民党要重新站起来 我们会最快的速度给大家回应 作风谨慎的朱立伦还是不愿意直接证实即将参选 但据了解他动作频频 积极拜会党内人士争取支持 预期在近期之内就会宣布参选 因为疫情而延宕的国民党主席选举重启的时程 终于确定原本在台面下运作 有意参选的各方势力也预估将会逐渐的浮出台面 凤凰卫视记者林秦明 陈文堂 台北报道 继续来看来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 内地护生股市先跌后回稳 三大股指早盘集体低开之后一度急错 不过北向资金在低位扫货 有助于指数回暖 货指收盘下跌了0.58% 生产指的是下跌0.05% 香港股市反复回升 蓝筹股走势分化 中移动汇控和公用股回落 但是制药和汽车股强势上升 恒生指数收盘上升1.54% 至于台湾股市刷新超过一个月新低 加权指数收盘下跌0.78% 内地A股和香港股市前两天大幅下跌 内地官方财经媒体证券时报评论指出 这一轮下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资金对政策的误读以及情绪的宣泄 A股市场整体不存在系统性风险 内地互生股市在周一和周二连续两天大幅下行 股市连续跌穿3500和3400点两大关口 创业板只更是连跌4天 A股总市值从上周五的86万亿人民币缩水至81.7万亿 两个交易日蒸发4.3万亿人民币 国际金融协会IAF表示 中国股市周一和周二分别遭遇20亿和6亿美元的资金外流 而上半年则是每个月平均流入58亿美元 IAF经济学家指出 外资快速出逃很可能是受到北京方面 过去一周所采取的监管行动影响 对于A股本周快速下跌 人民日报主管的证券时报发表评论指出 近期多个行业领域迎来重大政策调整 包括上海首套房贷利率调升 教育领域的治理整顿等 对市场情绪产生了一定影响 市场的下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资金 对政策的误读及情绪的宣泄 但A股市场整体不存在系统性风险 一些行业的政策调整短期 确实影响了部分公司现有的盈利模式 但中长期则有利于释放整个社会的活力 有利其他消费领域的增长 为A股市场的长期向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凤凤华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香港股市近期出现不小幅度的回调 主要是受到外围政策因素的影响 我亦都了解过这两天 没错我们的股市是回调了不少 主要原因就是一些外围的政策上的改变 还有市在过往的升市里面 有个别有些股份 那个股值也都升到相当水平 所以有一些调整在这些时候 我们见到但同时间也是惯常的 陈茂波重申 多年来香港金融市场有不少大幅起落 最重要是市场有序运作 结算顺畅 无论升市还是跌市 投资者都受到保障 他强调香港金融市场一直以来平稳运作 对香港的营商环境有信心 并认为目前的重点在于 香港金融市场维持高水平管制 运作有秩序以及进出自入 好 那么下一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 我们一会见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宣布 将引用公司条例委任审查员 就上市公司一传媒集团是否损害成员利益 企图欺诈公司债权人等多个方面进行调查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周三宣布引用公司条例 委任会计师工会前会长陈锦荣作为审查员 调查上市公司一传媒集团 陈茂波表示在检视过一传媒事物相关事实及情况后 并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 认为公司出现符合不公平的损害股东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况 管制远未达到上市公司应有标准 他举例指一传媒在今年5月发出公告 声称公司流动资金充裕 可以应付自4月起18个月运作 但当6月被保安局上冻结3000子公司 约1800万港元结余时 一传媒在不到一个星期内 宣布终止一间主要子公司的出版业务 另外一传媒上周首次在公告中披露 4月提前偿还1.5亿港元的贷款 令公司现金急剧减少 而过往年报形式相关贷款仍未到期 令人怀疑公司是否有意图欺骗债权人 陈茂波表示调查员的调查范围 包括集团事务是否以损害成员利益 以图欺诈公司债权人 集团的高级人员是否按个人利益 处理公司事务 导致公司公众股东蒙受损失 高级人员是否涉及对公司成员或债权人 做出欺诈适当行为 壹传媒是否向股东做出全面充分和及时的披露 高级人员是否无履行应尽责任 获履之时有疏忽 壹传媒和监处系黎智英之间的借贷和还款 是否真实 按公平原则和正常业务需要进行 壹传媒作为上市公司管制是否健康 以及财政司长如果按照法力 对董事做出取消资格令 是否符合公众利益 审查员计划在六个月内提交报告 凤凰卫视金小飞香港报道 东京奥运28号的赛事 中国国家队在男子举重项目再收获一面金牌 以12面金牌的成绩排在奖牌榜首位 截至晚上9点 中国国家队以12金5银9铜聚于榜首 日本少一面银牌以12金4银5铜排在第二 美国则以10金11银9铜排第三 中国香港以1金1银战列第23位 中国队在奥运赛场上继续是有好表现 而中国香港队就在游泳项目实现了0的突破 何时被在女子200米自由泳摘下了一面银牌 男子跳水双人三米板 首次出战奥运的中国组合 王宗元和谢思义发挥稳定 从第一跳就取得领先 成功为梦之队增添一面金牌 女子四人双奖 中国派出崔晓峰 吕阳 张灵 陈明霞出战 一开始就展现出超强实力 四人最终以6分05秒13夺冠 刷新了世界最佳成绩 男子双人双奖赛事 中国的张亮和刘志宇在手1000米 与法国和荷兰争持激烈 最终以第三名过终点 为中国男子赛艇摘下奥运首枚奖牌 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第五线 中国香港选手何时辈中段领先 不过澳大利亚蒂特马斯后劲林立 最后以1分53秒50夺冠 何时辈得银牌 为港队摘下首枚奥运游泳奖牌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向何时辈表示热烈祝贺 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 则表示何时辈展示了香港运动员的风采 在奥运游泳项目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 代表中国香港队出战的选手何时辈 以1分53秒92的成绩夺得银牌 为香港泳台开创历史新一页 成绩更打破了亚洲记录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对何时辈表示热烈祝贺 指这是香港首次在奥运会游泳项目 夺得奖牌 何时辈凭着拼搏精神 越战越勇 为香港取得辉煌成绩 为香港争光 他说他和香港市民都感到无比自豪 而中国香港奥运代表队 至今已在东京奥运会 取得一金一银两面奖牌 并分别在健机和游泳项目 取得历史性突破 振奋人心 他深信运动员在全港市民支持下 会继续在其他项目全力以赴 争取佳击 香港名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 则表示 何时辈表现出色 在奥运会展示了香港运动员的风采 他说奥运延期影响了赛事和训练安排 但何时辈克服重重挑战 更在最高水平的比赛中获胜 令人深感骄傲 他祝愿何时辈在体坛继续发光发热 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军燕 也代表全体立法会议员 致函祝贺何时辈 并向他的训练团队致贺 梁军燕说 今日接连传来令香港人振奋的消息 相信香港市民会上下一心 继续为人在东京 引战奥运赛事的香港运动员打气 富宏卫视 黄志源香港报道 另外中华台北队目前取得 一金二银三桶已经是历年最佳成绩 中华台北举重选手郭信淳 在东京奥运会上拿下金牌 他在中学时原本是热爱田径 无心插柳成为举重选手 生长在贫困的单亲家庭 但他留着台湾原住民阿美族的血液 热爱运动 手掌的简人勤奋练习 家人看得心疼 中华台北柔道选手杨勇伟 第一次参加奥运就拿下银牌 其实自己的目标是金牌 心里虽然会有些遗憾 但是我觉得这会是我前进 202480奥运的动力之一 杨勇伟是台湾排湾族原住民 家境不算宽裕 但凭着对柔道的热情不断精进 中华台北在冬奥会议 以至少拿下六面奖牌 创下代表队历来最高纪录 凤凰卫视蓝金图王世凯 台北报道 地位人在毕童最高纪录